换个焦点 来看白焦岛主权风波 皇家调查委员会日前公开报告 建立对前首相敦马迪展开刑事调查 敦马今天就强调撤回白焦岛案上诉 是2018年时任内阁的集体决定 根本就不是他的个人决策 敦马今天在布城首要领导基金会 针对白焦岛黄委会报告课题召开记者会 他承认他本人确实倾向于不再推动索讨白焦主权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今年2月预准政府成立黄委会 以调查五国和白焦中研焦和南焦主权的问题 黄委会最近公开报告 重点包括认为马哈迪涉嫌欺骗政府 导致我国遭遇损失 因此建议向敦马追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